文憑市歷史科一條有關中日關係的事題被指偏頗最終取消 教育局專責小組完成調查 說一個考評局職員在議卷的過程中 未有遵守守則和規障 教育局說發現一個考評局職員 在議題前的準備、審題、審核和校對等過程中 都未有設實執行考評局文憑市的議卷守則和規障 例如只是將部分在預備階段草擬的參考資料 和試題議稿送交審題委員會 無向審題委員會提供處理敏感事宜的指引 以及未有在將審核和校對階段收集的意見 提交審題委員會或是試卷主席 令委員會在議卷過程中未能有效集體負責 甚或是導致未能及時發現和處理問題 考評局說會跟進調查結果和改善建議 原先民憑市家 議題機制 字幕翻譯